我的家乡在珠峰角下 我的梦想是有一天 登上珠穆 喇嘛峰 看看这个世界是峰的还是远的 一个顶峰的梦想 开启一次命运的转变 喜欢有山的人来到了喜马拉雅 他去看看世界之天 到底是怎么样的 沿海 狂风 缺氧 他们穿行在生命禁群 只为守护巅峰荣耀 他们的生命交到了我们的身上 我们完成他们的梦想 这是第一场 短短二十分钟的上学路程 是扎西茨人难得地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 明天他就又要踏上那段巅峰旅程 我没有照顾好小孩 爸爸总是去这个山 总是在我身边就是妈妈 小孩心里不舒服 我的一年当中 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山里 第二天 扎西茨人一早 就赶到了海拔五千二百米的 珠峰大本营 他和队友们要搭建营地 并带领客户攀登珠峰 为期近两个月 在这片高寒 空气稀薄的山区工作 异常艰苦 但这是扎西茨人最热爱的事情 他已经是第二十次 带领队友为客户服务了 扎西茨人带领运输修路组 扎西茨人带领运输修路组 在所有客户到来前 要把安全绳一直铺到顶峰 并在沿途设置临时营地 安放氧气平等应急设备 为之后的攀登做好保障 亲爱的队友们 我的兄弟们 大家收拾好 两个攀登队长 一个是我左边的鲁达队长 还有我右边的拉西队长 他们两个这一生是整个的活动的 从离开五千二以后的 就是队长指挥 就是由他们两个来去做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队员 好 谢谢 好了 登顶珠峰对我来说 我的一个职业 我是移民登山向导 我的任务就是要更多的人 送到世界地边 他安置得登顶 安置得下来 扎西茨人连续二十年带队攀登珠峰 并十五次完成登顶 今天 他将带领队伍 从海拔五千二百米的珠峰大北沿出发 一路向顶峰前进 先后经过六个预设的民事营地 跨越重重天险 最后向世界直跌发起成绩 从海拔六千五百米的前进营地 出发没多久 攀登队伍就遇到了第一道难关 我们北国第一大门就是北沃 北沃就是第一难敌 横更在攀登队伍面前的是一道巨大的冰墙 高差近四百米 这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项艰难的考验 它主要是冰 特别有些地方是七十度八十度左右 技术能力达不到专业的能力的话 那随时都有发尽 北澳冰壁 沟壑总横 冰裂缝丛生 这里是整个珠峰攀登过程中 最容易发生冰崩和雪崩的路段 我是2015年的时候 有一个斯瓦岭地震 整个这个北沃区域巨响 整个山头移动 巨响得不得了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正对面有一个 比车子更大的有一个冰块 对着我们来 然后离我们十米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破一点 碰一下它 到另外一个类碰里面 因为气候变化 冰川流动 在珠峰的攀登路线上 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凶险 但二十年了 扎西次人凭借丰富的经验随机应变 逐渐成长为中国最优秀的珠峰相等 我家是一个半农的家庭 我也有农体 也有牧场 要不去放羊 要不去放牦牛 有时我是井里的一个窝 只看到了我都直接 外面世界到底是有多大的 这个学生后面到底是什么 我也没有太多对的思想 发 aunt了 脑子 就像脑子 你说这位国家也是土曝林的 高伙先失败的人 加油 海鹏 考虑 更在后教 我们在学习通学 我们也学习 我们的筏 通过我 我们去做理入路 一点 而是很多人不想再带走 那些人也想要走 那些人也想要走 所以要走 我一定要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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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珠峰的超高海拔迪丹 艰难地完成了救援 他们又一次创造了 人类在八千米以上海拔的 救援历史 狂风 低温 缺氧 对每一名攀登者来说 都是最致命的杀手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 许多没有等到救援的攀登者 永远留在那山上 为了避免遭遇更大的狂风 争取在最好的天气下登顶 凌晨两点 扎西四人就带着队伍 向顶峰前进 黑夜之中 他们将踏上最危险的路程 一边是岩石 另一边就是万丈悬崖 特别多久 在一不小心 直接掉到渡路冰窗里面去了 那这个人就没了 加油 第三个难点就是 最有名的地方第二坦石 80度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横切 那那个横切的地方 简直就是太危险了 国际的队员都说 这个梯子的名字叫做 中国的梯子 很多的登上者就经过那个梯子 然后我们登上了中国 经过近九个小时的盘梯 扎西四人带领队伍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这是他第16次登顶珠峰 在帮助客户完成梦想的同时 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突破 上登山珠穆朗登山队 现在登顶珠穆朗玛峰 从我的村子里出口走的 我的目标就是到了拉萨 那就是我的天地 到拉萨时我的 部队是越来越宽阔 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个世界 不少的地方 走出我们的国民 也走到了世界的南美北美 特别特别高兴 我就终于实现我的一个梦想 是不敢 是无尽盘登 是不敢 是无尽盘登 是不敢